新移民 好,來到第二個部份, 之後到時間,跟大家談談新移民 來到加拿大, 究竟遇到財政上 面對什麼挑戰呢? 而新移民的朋友,究竟怎樣 可以得到一些協助呢?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了解一下 今天請到一位嘉賓 他來自豐業銀行 多元文化業務中心 亞洲業務總監李偉 和大家一起去談談 早晨,Gina Sires,你好 其實看回新移民方面 其實要選擇移民 已經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 當中也有很多犧牲 來到一個新的地方 來到加拿大 其實在財政上 他們通常都遇到一些什麼困難?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就是新移民 現在越來越多新移民來到加拿大 他們在銀行理財方面 遇到的很多的困難和挑戰 總結一下 基本上有三個最大的挑戰 第一個 就是對加拿大銀行理財系統的不了解 因為很多朋友移民 是從這些cash 以現金為主的國家來的 比如像中國、像印度等等 來了以後 他們突然發現 這邊不是到處都是花現金的 那麼要寫支票 比如說給房東寫支票 比如說到處是信用卡 那麼很多人出門 幾乎不帶現金 就可以消費 所以對這邊的系統 不是很了解 那麼第二個挑戰 就是說他們不知道 建立信貸記錄的重要性 那麼也沒有信貸記錄 因為你在自己的國家 原來本來是有很多 比如信用卡 房屋借貸等等 但是來到加拿大以後 你就會 這些都要重新刷新 重新開始 所以沒有信貸記錄 就會造成以後 比如說借款 買房 甚至找工作 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那麼第三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說他們 尤其是非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來的 朋友們 他們會需要 就是在語言方面 能夠希望員工 能夠用自己的母語 為自己提供服務 特別是在銀行理財 投資這些重要的事情上 所以呢 基本上是這些主要的挑戰和困難 嗯 剛才專門跟大家講過 就是說 新移民來到加拿大這裏 都很多需要適應 特別在這個財政上面 其實都有很多 跟原居地不同的一些的習慣 或者一些的制度等等 其實在加拿大這裏 一些不同的金融機構 其實怎樣去幫助一些新的移民呢 會不會都特別推出一些新的措施 或者是新的一些服務 來都去幫助他們 嗯 那麼加拿大的銀行呢 在幫助新移民方面 我覺得是一不容辭的 那麼就封業銀行來講呢 我們是針對客人的這三大這個困難 那麼首先呢 我們就是比如說在Education 在這個講解和提供信息方面 給他們幫助 比如說呢 從2008年開始呢 我們就跟這個多華會合作 到中國去做這個移民的安居講座 那麼提前幫他們就是了解在加拿大 就是包括生活呀 包括安居呀 包括理財呀 投資方面等等方面 包括小生意呀 註冊接待等等 這方面的信息 讓他們提早做好準備 那麼第二點呢 我們就是在幫助新移民呢 就是說建立信貸記錄 剛才我們提過這個信貸記錄重要性 那麼我們專門為這個新老移民呢 就是做了這個新家園理財這個Program計畫 那麼這個計畫呢 就包括給他們一年免費的銀行理財這個計畫 另外呢 還有這個建立這個銀行的這個 建立這個信貸記錄呢 就是免費的信用卡 那麼呢 還有就是說 小型免費小型保管箱啊 然後給新移民沒有工作 和沒有這個信貸記錄的情況之下 幫助他們給他們貸款買房 那麼第三點呢 我們就是說 提供這種 給客人用母語提供服務 比如說我們的銀行的這個員工 能用90多種不同的語言 給客人提供服務 那麼在各大分行呢 我們都可以找到講自己母語的員工 那麼呢 我們的這個自動貴源機 ABM的事情上 我們有五種不同的語言 簡體中文 繁體中文 西班牙語 英語和法語 所以五種不同的語言 我們的網站上呢 也是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語言 可以為客人提供這個信息啊 還有服務等等 還有我們的這個電話理財中心 所以呢 我們想做就是說 能夠幫助新移民 讓他們儘快儘早的適應加拿大的生活 特別是在理財等等這方面 嗯 那麼見到呢 很多現在金融機閣方面呢 那個服務都很周到很體貼 其實呢 講回新移民面對的挑戰 其實Atrina 有些什麼的建議 一些建議 可以給一些剛剛底部的一些移民 他們可能在這個理財上面 或者是這個財政上面 其實呢 可能真的跟他們不居住 是有些不同的 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有些什麼的忠告可以給他們呢 嗯 就是這給新移民 這有一些什麼樣的啟示 對 那麼我們就是想提醒新移民 那麼在離開自己的國家 來到加拿大之前 就提早的做一些這個調研啊 research啊 做一些information collection 比如說像我們做這個安居講座中國行 那麼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這整個講座都是免費的 那麼鼓勵大家呢 就是到比如說是北京上海等等 這些城市來參加這些講座 提早的給這個對加拿大的這個理財 系統有一個了解 那麼第二點呢 就是極早的建立信貸記錄 那麼我們像我們offer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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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信用信用卡呀等等等等 對所以呢 從你到這以後第一天就開始 那麼現在我們跟光纳銀行 就不是簽簽署了那個這個合作協議嗎 那麼移民在離開中國到加拿大之前 就可以提前開戶申請信用卡 所以你一來之後 馬上就可以用這個信用卡 建立信貸記錄 那麼第三點就是說 極早的這個做這個教育基金和退休基金 RSP RESV 提早的做計劃 然後納入自己的理財日程 那麼當然啦 就是極早計劃呢 當然是那個出來呢 就不會那麼麻煩啦 或者廣東話就是那麼厲害啦 那麼來到的時候呢 真的方便很多啦 那麼希望呢 就是這些新移民朋友呢 看到的時候呢 都可以呢 參考一下啦 或者可以呢 跟你的有關的金融機構呢 聯絡一下啦 那麼這個時候呢 要結束今天的節目啦 那麼多謝大家 明天同一個時間 早上九點鐘 繼續有財經三浪 再見 謝謝啦 謝謝 謝謝 謝謝